希望神上醒了不惧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今天正道是宁牧师跟我们正道 正道的题目是要不惧祷告 宁牧师请 各位弟兄姊妹好 我们再次起立 恩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师班带给我们美好的敬拜赞美 主啊是的 主啊我们是得胜的 因为我们的神能够使我们的头抬起来 我们感谢你 虽然周围的环境好像仇敌围绕着我们 我们家庭好像有难处 但是主你是得胜的主 你一定带领我们经过风浪 主啊因为风浪不能遮掩主的爱脸 主啊你的笑脸 你的实想永远地陪伴着我们 主啊谢谢你 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 再次安慰我们的心 不单是安慰在座的 也安慰在线上的 让我们同被你的话语所安慰 让我们心里得着力量 走前面的道路 为你做出荣耀的见证 我们将祷告感恩 奉告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请坐 感谢主 那个 谢谢大家为我祷告 特别我去香港那段议词 我都感受到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正是神与我同在 给我力量 所以我今天除了讲道以外 也所谓提一提 我会取得一些经历 那么今天呢 我来讲这个复述的祷告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 叫做节奏与平安 今年是特别注重家庭的建造方面 我们希望呢 每个家都经历天堂在我家 那么就是说 如何经历天堂在我家呢 就一定要寻求主耶稣的节奏 因为找到祂给我们的节奏 我们就享有天上的平安 那么希望这个渠道 让我们家呢 有好的见证 把这个见证呢 能够影响我们的亲戚朋友 从而把福音带给他们 这是我相信是整个教会 所定的方向 那么我个人感觉到 是非常的美好 那么今天假如说 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大家也记得 我在那个夸连祷告聚会 也讲了一篇短短的信息 叫节奏与平安 在那篇信息里面呢 我提到如何寻到节奏与平安呢 有四个流程 这四个流程呢 就是第一 你要不住地祷告神和亲近神 第二呢 要寻求神给你所定的节奏 第三呢 紧拨不放神给你的节奏 然后最后呢 你就享受节奏所带给你的平安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说 我会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来讲明 这个四个步骤 但是呢 在讲这个例子之前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不住地祷告和亲近神 那不只说 我讲这个题目呢 如何寻到 神的一个给我们的节奏 乃是我要从整个圣经的教导 为什么要讲这个不住地祷告 那么这个不住地祷告 究竟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就是我今天盼望跟大家分享一点神的话语 大家彼此勉励 那么不住地祷告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要讲 因为它是重要的 所以我要讲 另外呢 因为它是可行的 我要讲 因为第三 因为它是有益处的 所以我要讲 那么第一 我们讲 因为那个不住祷告 这个真理呢 是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 很清楚 他说保罗对天上罗伊加教会的弟兄姊妹 讲说 要不住地祷告 凡是先恩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是先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将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里谈到三个属灵的操练 我当中挑出一个 就是不住地祷告 这个不住地祷告 是神的旨意 神所定的旨意 那神所定的旨意 不是可有可无 那是你一定要去做的 做不到的事情呢 是另外讲 但是呢 这个是重要性 就是在这里 那么所以呢 我们要非常的注意 这个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一个命令 而且呢 不但如此 哎呀 你说这个呢 命令可能是给一些老的基督徒去做 不是 因为天上罗伊加教会呢 本身的弟兄姊妹 信主才几个月 宝博在那边 就根据这个解经家研究 发三个主日 在那边讲道 讲完道就离开了 就成立了这个天上罗伊加教会 后来这个教会呢 就招受了逼迫 就保罗了写了这封信 写了这封信呢 就是特别呢 在天上罗伊加前书第五章 那里就提到说 你们要不住地祷告 可见呢 弟兄姊妹 那些弟兄姊妹 刚信耶稣 就是没多久 就要操练这样的一个属灵美德 实在是非常要紧 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 那么究竟自然是神的旨意 那么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 侍奉生活方式 都要寻求神的旨意 所以这个不住的祷告呢 你祷告要寻求神的旨意 那你说牧师说 你牧师 圣经就是神的旨意 百分之九十 九十八都记在圣经里面 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 我告诉各位 你假如说 你用理性 光是去读神的话语 而没有经过祷告 依靠圣灵去读神的话语呢 结果不一样的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没有错 都是客观的 那怎么样把客观的真理 读到你的心上去 变成一个主观的上帝对你说话呢 那你一定要透过祷告 因为你祷告 圣灵呢 就把神的话语呢 牵引起来 进到你的心中 使你产生感动 是那么样的奇妙 但是呢 我今天所强调的 还不止这个重点 重点呢 在福 你明白了神的旨意 你究竟 有没有力量去遵行 这个是最重要 那祷告 就能够提供 这个能源 给你去 遵行神的旨意 因为这个力量 不是从你而来 从上帝而来 有没有 这个是重要 弟兄姊妹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 是我们没有力量 遵行神的旨意 上帝哪早知道了 你们软弱 但是上帝就提供 这个祷告的祈祷 你要祷告 上帝就加力量给你 去把神的旨意 寻出来 奇妙啊 所以来说 这个祷告 不住的祷告 是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呢 祷告那是可行的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可行的 这里呢 没有打出来 那没有关系 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 你们要常常祷告 而且呢 set up一个guidline 告诉你说 你每天祷告半个小时 好不好 那么专心在那边 祷告半个小时 哇 你说牧师 真是很难 这个半个小时 你就在那边 读圣经半个小时 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是你就在那边 好好祷告半个小时 真是好像难过登天 有这种的想法 那现在你讨论到 做不住的祷告 讲这不可能的 基督子妹 我过去都有这种的 错误观念 但是我最近越读圣经 越叫我祷告学的时候 哇 我发现不是 原来圣经提供很多途径 你可以不住的祷告 我们复乐了 弟兄姊妹 我当然也复乐了 我自己也复乐了 那举个例证来说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些圣经 保罗对天撒罗价教会讲到说 你要常常喜乐 要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有没有 这三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 这里保罗就提供了 提供一个途径 假如我们掌握 常常喜乐 和凡事谢恩 这两个美德的话 你就会带动 不住祷告的美德 是吗 真的 你看保罗的素性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属灵经历 告诉这些信徒 你读腓利比书 第一章三到四节 保罗怎么说 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不住地感谢神 每逢祷告的时候 为你们祈求 欢欢喜喜地祈求 你看见 在短短的这两节圣经里面 看见 感恩 祷告 喜乐 祷告 都连在一起 当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 你假如说 你常常喜乐 你就容易祷告 你常常感恩 你就容易祷告 因为感恩 因为喜乐 是把祷告的欲望 挑动起来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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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 阿们 很容易的 一个基督徒 哇一喜乐 他祷告特别顺畅 也感恩 祷告特别顺畅 因为他里面 有这样的欲望 然后就激动他 去祷告 所以圣经有很多这些 好像说 一些教导 途径 你要去 可以尝尝 不住地祷告 弟兄姊妹 真的是这样子 那现在我今天 特别讲一个 一个途径 这个途径呢 对不住的祷告 更加有力量 有果效 有缺具 你可以去 不断地操练 就是保罗 在一部所书 第六章十八节 那里讲到说 但是靠着圣灵 随于多方祷告 祈求 并要在此 警醒不见 为众圣徒 祈求 保罗不但只是 在异常生活上 告诉弟兄姊妹 要不住地祷告 这些圣经在上文里面 是提到 属灵的征战 在属灵的征战 更加要不住地祷告 那么保罗在这里 提到的 事多依靠 或者事多医药 是我以前常常讲的 那么 这个不住地祷告呢 一定要有 这四方面的表现 五方面的表现 事多依靠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不住地祷告 生活呢 就非常的表现得完全 那第一 多时 保罗这里讲到 谁时 是不是多时 很多时候 还有那多方 就很多不同的需要 外身体的需要 为传福音 为建堂 为找工作 为婆媳关系 很多方面 那你可以祷告 多方祷告 祈求 你凡事可以带到 耶稣的面前 带到神的面前 他要多警醒 警醒不见 保罗这里提到说 不能够 蒙茶茶 广东话就说 要头脑清楚 要警醒 因为我们的仇敌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人 所以要警醒 祷告 多时警醒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还要多人 为众生徒祷告 这个众是不是多人 保罗说 我们要为万人祷告 Everybody 那个盖过 真的是全世界 那么全世界的人类 所以这个容量 多得不得了 你半个小时 还好在家里面祷告 根本时间来不及 你要多 就是说 不住地祷告 那不但如此呢 还有一个秘诀 保罗说 要靠着圣灵 来 就是说 多时 多方 多警醒 多人祷告 那你这个不住地祷告 就能够成功了 弟兄姊妹 这个事就是秘诀 所以我们看见呢 保罗在这里指出 不住地祷告的一个方向 一个确计 可行的一个方案 你一定能够做到 假如你不靠自己 你靠着圣灵 真的弟兄姊妹 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么有很多圣徒 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为什么靠着圣灵 就可以不住地祷告呢 圣经提供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 圣灵是祷告的动力 第二 圣灵是祷告的感情 第三 圣灵是祷告的导师 哎呀太宝贵了 弟兄姊妹 我觉得上帝的救恩是全备的 作为全备 不单止救到底 而且让他提供一条路 也是能够完全成圣 这个完全成圣呢 是靠着神的恩典 不是我们的努力 我们一切的努力 一切的顺服 都要跟神的恩典 连接在一起 你没有神的恩典 你在努力 你的尽管 居公尊村 都没有用 Amen 不是神的恩典 一种姊妹 你成神走不了 多远 同样在祷告里面 也是这样子 我们看见 圣灵是祷告的动力 圣灵里亚书十二章 第十节那里讲到 我们的圣灵是什么 使恩教人恳求的人 多么奇妙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进到你的里面 鼓动你 感动你 叫我们的神 称为阿爸 所以圣灵也常常感动你 让你要祷告 但是有时候 我们就是不顺服 圣灵的带领 我们信念 我们至高至大 我们觉得环境不适合 很多因素 在家里面也好 在教会里面也好 我们就把圣灵的感动 消灭 那么这个感动一消灭 很可惜 你就没有做出一个祷告的操练 所以圣灵是祷告的动力 另外圣灵是祷告的感情 这个感情是太宝贵的 做任何事情 都要感情的 我们的信仰也要感情 意志感情 理智信仰是善结合 那么就是说 同样你做事情 你感动 你祷告没有感情 干燥 无味 这很惨的 但是感谢神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在罗马书那里讲到说 圣灵 叫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上 这个浇灌是一次过 永远要笑 就好像结婚 我跟我的师母结婚了 已经要四十多年了 从结婚那天 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维持这个婚姻的关系 这表示什么呢 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心中的救主的时候 圣灵就在那个时候 把神的爱厚厚地叫灌在你的心中 上帝的爱在你心中存着 那你要相信 你有圣灵的爱在你的里面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出神的爱 为弟兄姊妹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为神的仆人祷告 为世上的灵魂祷告 甚至你会流泪 甚至你在那边哀哭 弟兄姊妹 你我都有这种感觉 真的是这样子 子弟凡 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跪在那边 他说父啊 不要这样子 为以打我的人 他们所做的无知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无知 弟兄姊妹 这是圣灵奇门的工作 因为实体反 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 他感见天下 所以你祷告 祷告的一个地步 神的灵感动 让你充满感情 充满爱 我曾经为一个家庭祷告 光是为一个家庭祷告 半个小时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能够花那么长的时间 为他祷告 这样一个因素 就是神的爱充满 一个一个为他们 神啊 怜悯我们的家庭 怜悯我们 自体中的家庭 所以弟兄姊妹 圣灵 是祷告的感情 还有圣灵 是祷告的导师 为什么呢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六节 你仔细读 那些圣经 那你就说 我们本不晓得 祷告 唯有圣灵 有说不出来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为我们祷告 弟兄姊妹 圣灵的感动 在我们里面 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说 让我们不知道 怎么祷告 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教导我们 另外一方面 圣灵很清楚地 把神的话语 引导我们 让我们照着神的话语 来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 独导的重要性在这里 究竟我就告诉 弟兄姊妹说 我们在祷告中心里面 每个月一期的独导 为什么要把神的话语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你祷告的一个方向 必须要照着神的话语去祷告 而圣灵就做这么奇妙的工作 所以你平常不读神的话语的话 你就吃亏 因为圣灵是引导你 进到神的话语 让你祷告了 让你祷告那和福神的心意 阿们 这是很重要 弟兄姊妹 为什么主耶稣在克西玛林言祷告 父啊不要照我的旨意 乃是照你的旨意 圣灵引导他 他要顺服父神的旨意 将自己无侠无耻地献给上帝 所以父啊不要照我的旨意 乃是照你的旨意 弟兄姊妹 这个是你看见圣灵的工作 是何等的奇妙 祂是祷告的动力 祂是祷告的感情 祂是祷告的导师 祂在祈祷方面 扮演一个可以说决定性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引导我们在不足的祷告生活上 会前进 好 这个呢 这是说因为那是可行的 OK 不是说不能行的 我可以感觉到圣经的真理 提供出来 就是行得通的 那么这个事情是很奇妙 第三 因为它是有益的 拿方面的益处呢 第一 带来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第二 带来成熟的基督徒 生命 那么弟兄姊妹 我们刚才讲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哎呀 很多的艰难 尤其家庭也有很多的艰难 这些都让我们心中没有平安 让我们心中没有喜乐 那么世界上的人固然是这样子 那基督徒有时候也会照照到这样子 那么如何有平安 有喜乐呢 原来圣经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你不住的祷告 就会带给你平安 就会带给你喜乐 我举两节圣经给大家听 大家都很熟的 保罗说 福利品书第四章第六节 应当义无寡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出 吃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信怀 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 你们不要挂虑 我相信不是说不要挂虑 人不可能没有挂虑 言无言虑 必有情有 但是保罗这里提供一个 你挂虑你怎么办 他说你要把你所挂虑的事情 凡事 你挂虑什么 芝麻绿豆的事情 你也要祷告 我告诉你 你讲的时候很好笑 你问问我的师母 我真的很多时候很糊涂 我说归下来祷告 那个钥匙不见 也要祷告 很多事情都要祷告 结果就出现了 眼睛常常不见 都糊涂到这个地步 但是就说 你挂虑了 你就祷告了 祷告上帝说 别将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 那你说牧师 我祷告了以后 我还是挂虑 我怎么办 你要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祷告一个地步 上帝把平安寄给你 为什么 因为这是神的花 你要有相信性 神啊 我现在就是没有平安 我实在很挂虑 我怎么办 你一直向神提求 求到一个地步 神 你一定会 上帝会为你开路 让你有平安 因为这是神的话语 那第二呢 你看见呢 大卫这里讲了一句话 讲了两句话 我将年法 常摆在我面前 他在我右边 我遍布之东洋 你请我心欢喜 我领快乐 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 既同姊妹 这里大卫讲到 自己的人生经历 他在人生当中 有很多样的 不喜乐的事情 为什么呢 大卫是一个神的仆人 都会有不喜乐的事情 因为他遇到很多的灾难 他年轻的时候 扫罗王嫉妒他 要追杀他 他真是招不保值 就是说生命随时会丧失 你怎么办 他就是常常把耶和华 摆在他面前 摆在他面前是表示说 他把神摆在他 生命最重要的地位 不是把仇敌 摆在他生命中的地位 仇敌是最感的 但是他不怕仇敌 他把神摆在他的面前 为什么呢 他相信他 这样一祷告 怎么样 心患是灵快乐 肉身也安安居住 身心灵都愉快 都快乐 你们 弟兄姊妹 你有 我相信你们当中 也有很多的这些敬意 我现在就是把你们的敬意 再次来反复思想 非常勉励 所以不住的祷告 带来平安 带来喜乐 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 你假如说天天都怕受感染 你就倒倒 主啊 我是很怕 怎么办 你试试看 你就是这样的神的话语去做 那么神就把平安喜乐 祭给你 赐给你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 一定需要平安喜乐 不然我们跟世人 都是一样 那我信耶稣 就显不出有分别 这个是得胜的 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 那么第二 不住的祷告 也会带来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 我读给大家听 这些圣经都很熟悉 保罗在这里讲到说 要恐怕我所得的启示胜大 都过一次高 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身上 就是撒旦的猜忆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一次高 为这是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跨记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突批我 保罗这几节圣经的上文 大家都知道 保罗所得的启示 被提到三成天 哇 这种的属灵境界实际上太高 没有人好像当时候高过他了 但是这个会引发出 他这个肉体的至高之大 所以上帝允许撒旦 油根刺夹在他身上 撒旦想要打倒保罗 但是神却用这根尺 训练他 使他变成谦卑 怎么变成谦卑呢 保罗为这根尺祷告 神啊 求你把这根尺离开他 保罗曾经使病人得康复 曾经使死人从死里复活 但是他为自己祷告 却没有果效 你看见那 祷告真正重要的是 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主权说yes就yes no就no 但是yes and no的背后 有他美好的旨意 上帝说 我虽然不医治你 但是给你足够的恩典和能力 就是说当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 你不能做工的时候 你求告我 求告我的时候 我就加力量给你 让你克服这个赤带给你一个痛苦 完成我给你的使命 你看神的工作是多么的奇妙 所以这样的一个员工 就训练保罗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 因为他是很有火热的心 在做主的工 一做到主的工 就碰到这根尺 你怎么办呢 他就求告主 主啊 求你恩道我 他这样的不住的祷告 就认识 我是需要神的恩典 那么我是需要神 我不能靠自己 靠自己没用啊 身上有根尺啊 价值的营造出 塑造出 他一种属灵的美德 这属灵的美德就是谦卑 那么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生命 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忍耐 那个宝 我看 他这里呢 没有打出来 可能就是有点problem 就是主耶稣在讲一个比喻 他说 他说 这个有一个寡妇 在世界上 求一个不义官 求这个不义官 给他伸冤 因为这个不义的官 不管他 因为他也不敬畏神 也没有连续人 但是因为这个寡妇 不断地来 向他 哀求 唠叨 所以这个官受不了 给你伸冤了 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说 我们的父神 不像这个不义的官 我们的父神是有公义 有慈爱 有怜悯 有智慧的上帝 他一定听他的子民祷告 但是他有他的世界 那你现在还没有得到他的答应的时候 你要忍耐 不住的祷告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见了 这个不住的祷告 就带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操练 就是忍耐的美德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 这个不住的祷告 是我们 树林的生命 成熟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 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说 不住的祷告是有益的 因为它使我们 过着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使我们生活里 充满平安喜乐 安息 不住的祷告 也使我们的基督徒生命 日吹成熟 让我们树林的生命 有谦卑和忍耐 你是要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吗 你希望你的树林生命成熟吗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不但如此 更重要的一个最重的目的 不住的祷告 原来 让我们的祷告的生命 到达一个地步 像耶稣基督的祷告生命一样 就像Rick Warren牧师所讲 他说祷告不是改变神 祷告是改变自己 这是你我祷告的人 祷告会转发我们祷告生命 像耶稣的祷告生命 透过祷告 耶稣充满能力 智慧和爱心 透过祷告 他绝对顺服 和完成天赋的旨意 所以耶稣的祷告生命 主耶稣的祷告生命 两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 要遵循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第二个 有能力 嫌出神的旨意 在克西玛尼园 那个祷告是最伟大的祷告 主耶稣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软弱 肉体 几乎要死 他明知道上帝要他上十几家 但是这个碑实在太难 所以他祷告说 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把这碑挪去 但下面那句话更宝贵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照你的意思 有没有 祷告完了以后 怎么样 主耶稣是不是躲起来 要么有大大就大对兵来了 不是 他救出来 你们找谁 他们说找耶稣 我就是 哇 这些人都吓呆了 你看主耶稣多么勇敢 充满能力 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然后完成这个伟大的救生计划 所以我们的祷告生命 就是有个目的 有像耶稣 那弟兄姊妹 Vick Warren不只是提出一个目的 而且他提出 不足道的五个步骤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非常好 他这个Ellustration呢 我觉得非常实际的 他说讲到五个英文字母 五个英文字 这五个英文字呢 都有一个O 五个O 很有意见 这五个O是什么呢 第一个字是Focus 第二个是No 第三个是Low 第四个是Grow 最后个是Go 不是有个No O吗 是吧 Focus是什么 不足的祷告 你的Focus 你的专注就是神 你的什么事情 不是别的事情 就是赞助神 我们跟他相反 你有点麻烦的事情呢 我们很快把神关系 就是赞助在那个烦恼的事情 让你整天赞助他 怪不得你没有喜乐 没有平安 但是Vick Warren说 你赞助上帝 上帝我把这些问题 放在你的手里 我是赞助你 这个就是不足的祷告 No 当你向神祈求的时候 神说 你这个答案不通 不是 你这个寻求不合神的心理 No 另外呢 Slow 就是说 上帝不会那么快 答应你的祷告 你要慢慢来 然后Grow 在祷告当中 你寻求的时候 发现说 哎呀神给你 我照着 这个方向祷告有错误了 神给我化缘 这个往另外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更合神的心理 最后就是说 你逢神垂听 是你充满喜乐 所以他比喻说 我们不足的祷告 就是小孩子跟父母呢 一个爱的互动 不足的从小到大 成长到长大成人的 一个过程 接着这个跟神互动 固定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的周围 成熟 就像主耶稣一样 我们的祷告生命 正是完全的按照 神的心理 不再是自己 还是神自己的 一个心理 也满得神的能力 来遵行神的心理 所以你看见 不足的祷告 多么样的重要 最后 保罗本身 是一个不足的祷告 不足的祷告 怎么样影响保罗 也借着不足的祷告 不但影响他 也借着他 不足祷告的生命 带给我们祝福 不单只带给我们祝福 带给历世历代以来 使说的幸福的祝福 这个是神给我的亮光 你假如读保罗的书信 监狱书信 这五本 这四本监狱书信 弟兄姊妹你读出什么东西来 是不是保罗在那边complain 快点救我出来 我在这里有很多文石咬 卫生也不好 又没有呢 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消毒水 可能也有COVID-19 不晓得有没有COVID-19 就是很糟糕的 但是呢 你看见保罗的书信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安慰的话语 充满了圣灵的启示 成了基督的荣耀 为什么这样子呢 弟兄姊妹 因为他的生命跟神连结在一起 这些超越了一切的监狼 保罗所带给他的一些可能的困境 肮脏 黑暗 痛苦 使他整个的灵魂 灵性飞跃 监牢的一个关锁 然后写出这些动人的 这是说 属灵的粮食 活水的权 所以我做了一个statement 保罗所在建脑 却写出 振奋心灵 灵命提升的监狱书信 这些书信成为历代信徒的丰富领粮 活水的泉源和亮光 但为何能这样做呢 因为是借着不住的祷告 他的属于生命 以思想 情绪 就能以神连结在一起 他都能超越监牢 带给他一些可能的困扰 痛苦和孤单 可能提供信徒 复复复的灵魂 把西座的启示 荣耀 喜悦 喜乐 爱信 这种文字 表达出来 成为信徒 这种族妹我想问你一句 你们有没有坐过牢 我看没有人坐牢 坐牢是很痛苦的 坐牢唯一的想法 就是就赶快出来 是不是 那没有别的想法 别的不要谈 保罗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 除了讲一句话 你要记念我们分手 他讲的东西都是为别人 都是把基督的启示生的亮光 这样子 基督徒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现在在疫情里面 搭在群里面 挖挖叫 可能就像坐牢一样 但是你假如说 不住的祷告 更生连接一期 但是我这些 也写出一些 振奋人心的文章 灵粮供应的 甚至把福音传扬给别人 Amen 好 最后呢 我做个简单的见证 彼此免礼 香港之旅 我答应过这些肢体说 哎呀牧师你讲讲 回去香港怎么样 我说要等到今天 我回去香港两个月 这两个月做两件事情 第一去看我的姨妈 我的姨妈躺在医院 两个礼拜 只有我可以去看她 因为我打过疫苗 她没有亲人在香港 远亲她的儿子在澳洲 然后呢 看她 然后呢 感谢主 两个礼拜以后 她好起来了 出来我帮她拍张照 那么坐纸上那个 很丰富的饮食 就是她可以吃 那么所以呢 这个那个时候 表哥也从澳洲来了 也从酒店出来 所以呢 我要陪了姨妈一个月 我就跑回来 这件事情就完工 那我这是第一件 我要做的事情 第二件呢 我在香港的时候呢 神给我机会去探访 弟兄姐妹 家人传福音 陪灵 甚至呢 做各种的圣工 这个呢 大家记得 这对夫妻是谁吗 看看 考考你们的记忆力 中间那个人是谁啊 王小军的姐妹的弟弟 还有弟妹 每次我回去 感谢主的 有机会去看他们 他们很不错 很爱主 彼此相爱 第二 这个是我表哥 当中呢 有一个表哥 我以前带她信主 那现在灵命很长进 在那个社区那边聚会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的一个子女 神给我机会 向她传福音 她有信啊 当场做了节制 那么这个是 我是离门一角了 这个不是我的功劳啊 那么两年以前 我想向她传福音 没机会 这次真的请她 还有她的弟弟 弟弟帮我拍照 请她饮茶了 吃饭了 吃完饭以后 我说你应该这个时候 应该信耶稣 接受主 我带你接受主 好吧 好 感谢主 就造了这张照片 还有呢 我五十年不见的同学 那么相聚有几个 在这个饮茶的当中 也传福音 当中有一个 也是基督徒 那么这次传福音呢 感谢主给我智慧 那么把福音讲得更加的 全备 那这些人都有受益 还有我在酒店里面呢 那三个礼拜呢 用了八天 每天两个半小时 对着国内的 一些一般神学生培训 那么还有呢 我出来了以后呢 教会 请我去跟他们的同工 这个传道同工呢 传递这个祷告的意象 你看见那个 那个银幕啊 就是 Jerry Chano 和那个Robin 帮我做的 帮我们做的十五分钟 那本书 然后我就 跟他们传讲了 而且呢 还有在他们教会讲那篇道 讲那篇道呢 就是 成长三部曲 也是讲这个 还有呢 神给我有机会呢 成立几个小组 这个小组就是祷告 为祷告众心祷告 这里是几个弟兄姐妹呢 在我身后的那个 那个是一个牧师 她呢是帮助我们 那本书 祷告操练 以传递改写的 这个牧场 那么我 这是神奇妙的计划 这些主 这些同工呢 是他凝聚起来 他们愿意 听我分享这个 祷告的意象 那以后成为 祷告中心的一个 一个团队 在远方 你看神多么奇妙 不但如此呢 上帝也让我到处张罗 这个呢 这个line 这个是 带志忠牧师 献给我的 那时候感恩节 我也跟他互动 我就请他 2024年来 祷告特会 要讲一个workshop 就是祷告宣教 当中也有 中国福音神学院的副院长 还有收影之牧师 也会来 所以呢 这些 神感动我 从来没有想到 做这件事情啊 那么这是很奇妙 不但如此 你看这里一封信呢 有个木则写的 当中有几个黑纸 大家看得到吗 叫意大利华人神学院 现在在意大利华人神学院 在罗马 要开始一个神学院 他们买了一个 三圣级的hotel 五十几个教会 和钱买的 要开一个神学院 哇 我听到这个非常兴奋 可能神再来给我有机会去罗马 去讲祷告操练 是这样 那么我们看见上帝把这个意象打开 真的是让这个祷告中心成为万国万民 我们过去7月10号 有一半人是在亚洲 重点是在上海 那么有一半人是在北美 重点是在旧金山 那么现在又跑到欧洲 你看见万国万民 上帝是非常的奇妙 好 弟兄姊妹 我讲这两样事情 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我现在讲 为什么我这两个月里面 有那么丰富的收获 在林里面收获 把姨妈也开过了 然后把有些工作 我本来没有想到也做好了 什么道理 我就是归回到这个主题 我每逢想到要回去台湾 这个旅程的时候 二次回去像个旅程的时候 我不能 第一 我的身体不行 我的胃 吃东西 师母知道 她每天都为我吃的都很烦恼 因为我吃的要好 又要新鲜 然后又天天要运动 我告诉你我今天清晨了 还跑去游泳 才去讲两片道 所以这样调节一个身体 怎么去 第二呢 本身呢 我呢 就是说这个电脑不行了 这个没有iPhone啊 没有那个smartphone 不过在香港啊 去任何地方都要一个code 只有外出旅行code 那过关更不用紧了 因为我呢 这个人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手机 但是没有用 因为我本身呢 学不会 学得very slow 另外一个人 我这个人很方张 方张那个程度呢 那本来按对的 都不变成按错 所以这个问题呢 在我去旅行呢 是很麻烦 以前呢 跟师母在一起 她是我的脑袋 什么都叫她 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去行 真的是很惨 是这样子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 让我决定要去呢 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人家问我说 你为什么回来 我说我看我姨妈 他们一个很大的问号 有这个必要吗 姨妈也不是你亲生的妈妈 然后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要三个礼拜 在酒店里面 又发钱 又危机 你开什么玩笑 想不通 我自己也想不通 可以这么讲法 但是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能够回去呢 为什么我去到 回到香港 又做出那么多的事 工出来呢 完全不是我 不是因为我的爱心 不是因为我的激情 要做事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怎么恩典 上帝借着两节圣定 第一节 保罗在《菲利比书》二章十七节 那一节说 我以神的信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是被招电在其上也是喜乐 并且以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弟兄姊妹 我有一天我在寻求说究竟我要不要回去 我祷告 我祷告 祷告 读到这些圣经 哇 这些圣经一读 刺到我的心中 我就决定要回去 我就跟师母说 我决定要回去 非常平安 他说鼓励我 你回去 是这样的 弟兄姊妹 这些圣经你知道吗 保罗对北利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因为为了你们的信心 要兼顾你们的信心 你们在苦难当中 我身着自己 牺牲自己的性命 我都在所不惜 我看见一个神的仆人 多么爱他的羊 我的姨妈 我非常爱她 她也很爱我 但是不注意使我回去 要我回去有危机 但是接下圣经触动我 飞回去不可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不只是我的姨妈 她是我的羊 我是帮她施洗的 每次回去 我给她属灵的教导 我跟她 因为你跟一个长辈讲真话 不容易 我是神的仆人 我跟她讲话 我说 有时候我跟姨妈说 姨妈你太骄傲 我都敢讲 那现在她已经96岁了 走到人生的尽头 然后非常的孤单 她在身面前的信心 假如她刚强壮胆 非常喜乐地回去见主 我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回去见 回去看她 但是我恐怕 她心心软弱 所以我是她的牧师 我要回去 见过她 毕丛姊妹真的是这样子 我回去了以后打电话给她 她高兴得不得了 但我叫出来 17号出来 17号出来 糟糕了 我接到她 接到她的亲戚电话 现在她已经在医院上天 而且医生说她非常危险 危险到一个地步 可能你不能再见她 我到时候接到一个电话 我在过去 所以我把这个电话 我这个消息 马上传给师母 师母告诉教会 全教会为我 神习了一个神迹 那天晚上 她完全翻转过来 换了一种药 因为她的儿子在澳洲 告诉医生们说 不要救她 因为96岁 你用人工来救她 很多这些mechanism 让她受不了 所以她根本就是说 她自己搞不定都走了 是这样的 所以她用的药各方面 都很自然的 结果过了一天 她就好起来 我就一出院以后 我就告诉她那个远亲 那远亲送她去医院了 不能去探她 她已经没有打针了 就我过来 我就告诉她说 你告诉医院 我非要去看她不好 我从远方回来的牧师 牧师权力是最大的 在美国 到处都可以进去的 OK 是这样子 我这样跟她讲 她果然让我进去 进去 那一天18号 我就去看医院 陪了她两个小时 那两个小时 我感觉到 我的任务达成了 因为她头脑清楚 认得我 然后我跟她一起祷告 我明明跟她讲 我说 你随时会走啊 但是你不用她 因为你心中有耶稣 你平平安安地回去 见耶稣 好不好 愿不愿意 她说愿意 我们一起祷告她 我那时候跟师母讲 My job is done 好像很现实 弟兄姊妹 所以呢 那个时候 他的儿子已经从澳洲回来 但是不能见他 还关在那个旅馆里面 所以上帝就利用我回去 那比他的儿子早回去 那两个礼拜 就去看他 神也恩待他 让他陪陪他出来 那么出来了以后呢 那后来我为什么 又有一节圣经 这些圣经 我要住 站在我旁边 嫁给我力量 使福音 被我进到床里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我在这个酒店里面 除了所谓打开门 拿一个食物以外 没有帮我出去 大家都知道 那么我在酒店能做什么呢 除了教练二十个小时以外 那么天天照顾自己怎么吃啊 那这事情 但是还有很多时间啊 你可以看电视 我不喜欢看电视 那我只要祷告 不足的祷告 不足的祷告呢 上帝就把这句话给我 他说啊 被我进到床里 什么意思呢 他这些圣经下下文里面 保罗在罗马的时候呢 快要走进人生的尽头 那个时候呢 上述的时候呢 没有人来帮他 他非常的孤单 但是保罗在这种那么孤单 那么无助的光景 他还是要传福音 而且进到床里 就是说他能够找到的 渠道传福音 他尽量努力 哇 这句话 刻在我的心中 主对我说 你现在关在这里啦 不能出去啊 你要学习保罗啊 你要做 尽你的努力要做功 所以我就在这个酒店里面 陪陪打电话 张罗 本来有些事情呢 就是说 你一开酒店才可以做 但是说 神说你要爱惜光 你要进度去 就是说 我想到能够要做的事情 要尽量把它做 OK 包括他要我把这个 2024年的奖元 都要从这个亚洲请去了 那么所以呢 就是你看见 所以我出到那个hotel以后 天天有appointment 要去见人 所以就是这两个礼拜 这两个月呢 让我享受一个丰富的 属灵的属灵 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 不是我有爱心 不是我有激情 没有 完全是上帝的话语 触动我 这叫什么 这叫祷告 神让我不行 逆行 你看这幅图画很重要 我这次的经历啊 一个人不住的祷告不够 你还要弟兄姊妹的扶持 我这次里面 我去了不住的祷告以外 我的师母 告诉两个孩子 你们要为爸爸祷告 我知道这个事态严重 也把这个需要告诉 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因为我实在是很糟糕的 要自己出去旅行 很不行的 所以你看见摩西很举张 不够 还有亚伦乌尔也举张 哇 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一个人不住祷告不够 要全教会祷告 不住的祷告 然后要小组的祷告 我常常讲 怎么样复兴教会的祷告文法呢 其实小组启动 教会全动 很清楚啊 三个人祷告不住的祷告 影响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局面 战争动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不住的祷告 就是说在小组里面 然后推动到整个教会 所以节奏以平安 我们今天要面与每个家庭 或者整个教会 怎么样寻求神的节奏 享受神的平安 不住的祷告 我们祷告 哦 主 谢谢你 你的话语何等宝贵 我们是软弱的 主啊 但是你把 使我们刚强的途径 都具备好 主 你是有大能 你把圣灵赐给我 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 让我们顺服你 就经历你话语的奇妙 经历圣灵的大能 经历神迹奇迹 谢谢主 但愿你的话语帮助我们 每一位 奉靠耶稣基督圣灵道 Amen